香港人民所發起這個罷工罷市的運動 其實臺灣各界也是高度關注 那來自臺灣的一方水果茶 竟然是在發聲明說支持一國兩制 引起了一些臺灣民眾的抵制 但是臺北市長柯文哲 不僅說不知道這件事 甚至還脫口而出 這跟臺灣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一方的事情嗎 我不曉得 發生什麼事 五號香港三罷反送中 來自臺灣的一方水果茶 竟然在微博上發聲明 維護一國兩制 引起臺灣民眾抵制 事情到的沸沸揚揚 臺北市長柯文哲 竟然都不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柯文哲再度失言 稱反送中運動跟臺灣沒關係 還用粗話形容引起軒然大波 不僅如此他還拿反送中運動 大開中國政府玩笑 柯文哲不斷在兩岸事務上引起話題 那最具爭議的人物還有他 如果香港動亂持續下去以後 不光是香港的損失也會是臺灣重大的損失 高雄市長韓國瑜說香港三罷運動是動亂 希望動亂快點平息 此話一出引起外界批評 名嘴黃超相也在臉書PO文說 韓國瑜形容香港情勢跟港澳辦中聯辦 還有林鄭月娥根本是同樣的調子 這個字眼其實跟中聯辦 跟北京當局的用詞都是如出一側 很像那釋放部分的訊息 要讓北京方知道說韓國瑜 他的政治的傾向與態度 韓國瑜對反送中的態度曖昧不明 柯文哲甚至用粗話來形容 兩位有意挑戰總統大位的人選 卻都因為反送中議題 發言適當扣了不少分 記者總報道 讓人如此憐心